這家我發現這裡 之前他有買一台那個 餵食器 開箱 這家餵食器的名字叫做小螃蟹 以前我怎麼買那麼貴喔 好 來 戳出來 打開 這家來取吃餵食器 取出的時候 這裡還有電腿 這家我去之前有一間 那個老闆如果要結束營業 那個什麼 粉絲說 那個老闆又要大層 那個時候去 去買 它這有分大座到小座 這樣不錯耶 我這個基本上小座就好了 這個 固定這個再安裝蠻方便的 全部是這樣子 這個樣子 它這個用 這個用鐵喔 哎呦 這個感覺在用比較不一樣喔 好 這樣沒關係 那我們先看電池 電池開順便取下 兩顆 瞬間好了 看電池 這句沒用在哈爾 喔 順便裝上 欸 會燙 不想一直燙耶 好 好 關上 就不用了 這現在 這後面到底是要怎麼固定的 我先想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角度喔 這個椅子 它這樣 所以 等下我再看看 這個地方 這樣這個膏 對不對 勾住的時候 應該是 這樣啦 這樣把膏拉 這個勾進去 這個 方向裝 裝搓裝不進去 這樣 啊 現在這個 這個 這個是對 對裡面這樣轉的 這樣就很好了 但是我這邊好像沒有位置可以裝了 哇 這百個水啦 那我們先來 按一下 這個應該是電池就開始燙了 這個是單獨 單獨旋轉一次 單獨的 啊這機器的就是要再四十八點鐘 再幾點鐘這個 這樣我看還蠻方便的 好 來 然後這個 我給它賣起來 我這個要用 這小粥 用這小粥的 小組的 好 然後這兩粥 這個把它 打開 打開啦 這個喔 我覺得它的設計比較失敗 因為它這個 它這個的話 你打開這一片不會掉出來 然後這個打開的時候 這一片會掉出來 還要重新安裝 這算 我跟這個東西三片的一個夾點 好 再來加入 魚飼料 好 喔裡面有 泡一袋 湯匙 好之後 這個有一個點 點對這邊我們要蓋上 如果你現在蓋上這個 這個地方你知道還要太多 有日子就有點麻煩 喔這個地方 這算這樣 這算比較失敗 喔這個地方 但是也是還蠻好對的 加到撿 這樣好 這是在控制 飼料量 先這樣 好 清乾淨 再來這個 雙上的時候 這有一個形狀 把它放下去 好 好 好我們先 喔剛才好 這形狀剛才好 只有站 好 裝好了 這個樣子 這個托盤 這個托盤 它可能就是 你在掃的時候 你看是要用什麼 角度就對了 好 點下去 很漂亮 太多啦 漂亮 喔 漂亮啊 太多啦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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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多啦 哇 調小一點 那我們這邊測試一下 哇 不知道太多了 我現在把它調小了 哦這樣剛剛好啦 哦 剛才太多了 好 裝回去 這個飼料先吸起來 哇 哇 先把它放在飼料 這個頭身哦 在測試飼料的部分就是 你一定要 非常的 注意 再放了耶 飼料比較大 哇 這 超飆啦 都綁了 吸乾淨 用這個下去撈好了 哦 這樣可以 第二次在撈 哇 超多的 好 清了很久之後 這個放進去啦 好 瞬間整個 現在 他最有分 那個什麼 8小時的 12 這樣 這是8點鐘刺一家的 8點鐘刺一家的 我看這個 12點鐘刺一家的好了 因為我們 平常時間還會去拿電 還是電24 這樣啦 好 好 OK 大家 我覺得這個有一個缺點 這個電源應該都丟在這裡 好 白龍學這個 自動餵食器 開箱 分享給大家 好 好 好